心臟的運作 心臟是一個肌肉器官 差不多是來拳頭的大膝 並且分為兩心房、兩心室 心臟左右兩邊各有一個上心房和下心室 四個心房心室有節律地收縮 有效地將血液泵送到肺部和身體的其他部位 右心房將缺氧的血液以藍色代表 通過肺動物泵送到肺部除得氧氣 含氧的血液以紅色代表 流回左心房再通過大動物運送到全身 靜脈將血液攜帶回心臟 而動物將血液攜帶出心臟 什麼是心臟衰竭? 心臟衰竭是一種病方 會減弱心臟血液循環和輸送足夠的血液到身體不同部位的功能 如果病方發展下去 心臟的泵血功能慢慢減弱 這一種疾病可能會影響左心房 右心房或者兩側的心房 心臟衰竭會導致血液和體液在雙腳、腳眼、腿部、手臂、肝臟、肺部和其他器官乳塞 身體出現積水的現象 心臟會變得更大 泵得更快 血管變得更加狹窄 導致器官衰竭 這些情況都會危及生命 疲患心臟衰竭衰竭的因素 冠狀動物疾病 心臟病突發 高血壓 糖尿病 肥半征 心反莫異常 心律失常 先天性心臟缺陷 病毒感染 濫用酒精或者毒品 吸煙 心臟衰竭的症狀 氣速、咳嗽或者氣喘 雙腳、腳眼、腿部和有時腹部腫脹 體重突然增加 經常感到疲倦、虛弱 頭暈和意識混亂 作嘔和無胃口 心跳過速或者心跳異常 如何診斷心臟衰竭 你的醫生會檢討你的病歷 和替你做身體檢查 其他可能會做的測驗包括 胸部X光 血液檢查 心電圖 超聲波心動圖 運動負荷測試 電腦斷層掃描 CT scan 或者磁振造影 MRI 血管造影檢查 心臟衰竭的治療方法 心臟衰竭是一種嚴重、無法傳遇的慢性疾病 但是你能夠通過改變生活的方式 藥物治療 和定期提醫生來控制病情 治療目標是 治療引致心臟衰竭的主要原因 治療包括 改變生活方式 遵從低鹽、臘、低飽和脂肪 反式脂肪和膽固醇飲食 飲用適當分量的流質 定期運動 在未開始運動之前 請線和醫生商量 如果超重 請盡量保持健康的提重 控制高血壓、高膽固醇和高血糖 戒煙 減少飲酒 舒緩壓力 充分的休息 有益心臟健康的飲食 每日進食少於1500毫克的蠟質 一茶匙鹽含有2196毫克的蠟質 一茶匙雞粉含有900毫克的蠟質 一茶匙味精 含有687毫克的蠟質 一茶匙豉油 含有440毫克的蠟質 一茶匙蠔油 含有225毫克的蠟質 用香草 香料 檸檬 青檸檬 醋 薑 蒜頭 洋蔥 或者無鹽的調味品來煮食 避免額外添加鹽、豉油、蠔油等 避免食用加工、煙製、煙燻、或者罐頭食品 減少進食紅焙餅食、粗食食品和醬料 閱讀食品標籤,選擇低立的食品 減少進食飽和脂肪、反式脂肪和膽固醇 選擇低脂肪蛋白質類食品 例如瘦的肉類、魚類、海鮮、雞胸肉、豆腐和蛋白等 肉類應該切除脂肪和皮 選擇脫脂或者低脂奶類的製品 減少食含有高膽固醇的食品 例如內臟、肝、腎、腰、老、蛋黃、蝦、麥魚和魷魚等 減少食動物脂肪,例如豬油、雞油、牛油、煎炸食物、點心、人造牛油和沙律醬等 避免用椰汁作配料 減少食紅焙餅食、快餐和加工食品 增加纖維、多些食物片、異米、糙米、乾蛋、 酒類、全穀類食品、水果和蔬菜 怎樣正確使用藥物? 使用藥物時應該做的事項 列出你所服用的藥物清單 並且了解服用的原因 每次見醫生的時候 帶備藥物清單或者所有的藥瓶 在藥物的標籤指示上面 你可以知道 服藥的份量、次數、時間、應該避免的食品、飲料 或者其他藥物 以及是不是有必要暫停某一些活動 了解藥物會引起的副作用和處理方法 將藥物存放在原裝的藥瓶裡 並且註明它的名稱和用途 計劃好在藥物用完的前三天再去配藥 如果家裡有小孩 必須將藥物儲存在小孩打不開的瓶裡 並且存放在他們拿不到的地方 將藥物存放在陰涼的地方 扔掉過期的藥物 如果正在服用成藥 即是非處方藥物 中成藥或者中草藥 請告訴你的醫生或者藥劑師聽 使用藥物的時候不應該做的事項 服用藥物的時候不應該喝酒 不應該隨意更換服藥的份量 也不應該服用其他人的藥物 不應該停止或者漏服藥物 即使忘記服用某次藥物 也不應該在下次服用的時候補回份量 即使你覺得身體有好轉 也不應該自行將藥物的份量減少 不應該與家人或者朋友共用藥物 因為不同的人對同樣的藥物會產生不同的反應 不應該服用已經過期的藥物 在這個短片裡提及的心臟藥物 或者會有更改 書不寧行通知 有關心臟藥物的最新訊息 請資訊來的醫生或者藥劑師 心臟藥物 藥物的功效 改善心臟崩血功能 擴張血管 改善血流 減慢心跳 降低血壓 減低對心臟的負荷 減少積水 血管 血管緊張素轉化媒抑制劑 ACE inhibitors 藥物作用 放鬆血管 降低血壓 可能的闊作用 咳嗽 頭暈 頭痛 發生 常見的處方藥 非專利藥名 Benezapril Enalapril Licinopril 專利藥名 Lotencin Vazotec Zestril 血管緊張素二 受體阻滯劑 ARBs 藥物作用 擴張血管 降低血壓 可能的副作用 頭暈 頭痛 腹射 疲倦 常見的處方藥 非專利藥名 Losartan Telmesartan Valsartan 專利藥名 Kozar Mycardis Dyavan Beta受體阻滯劑 BetaBlockers 藥物作用 減慢心跳 降低血壓 可能的副作用 頭暈 手腳冰冷 疲倦 腹射 常見的處方藥 非專利藥名 Atenol Metoprolol Carvetolol 專利藥名 Tenorman Lopressor ToprolXL Coreg 蓋通道阻斷劑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藥物作用 放鬆血管 降低血壓 促進血液流通 可能的副作用 頭暈 頭痛 腳眼腫障 常見的處方藥 非專利藥名 Amlodipine Deltiazem Verapamil Nifedipine 專利藥名 Norvask Cardism Callen Procardia 利尿劑 利尿劑 或者去水丸 藥物作用 除去身體多餘的水分 和立質 降低血壓 可能的副作用 頭暈 腳抽筋 痛風症 也就是一種關節炎 常見的處方藥 非專利藥名 Furosamide Spirinolactone Hydrochlorothiazide Indapamide 專利藥名 Lasix Aldactone Hydrodiaryl Losol Digitalis 藥物作用 加強心臟收縮 可能的副作用 作藕 輻射 常見的處方藥 非專利藥名 Digoxin 專利藥名 Lenoxin Lenoxin 血管擴張劑 藥物作用 放鬆血管 增加血液流入心臟 可能的副作用 頭暈 頭痛 常見的處方藥 非專利藥名 Nitroglycerin Iso-sorbide denitrate Hydrolyzine 專利藥名 Nitrostat Iso-sorb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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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藥名 Statins Phenofibrate Gemfibrazil Ezetimib 專利藥名 Lipitor Zocor Pravacol Mevacor Tricor Lopid Zetia 抗型血藥或薄血藥 藥物作用 防止血化的形成 可能的副作用 刺激遺報 瘀傷 流血 常見的處方藥 非專利藥名 Aspirin Clopidogrel Warfarin Dabigatrin 專利藥名 Bayer Aspirin Plavix Cumidin Pradaxa 氧氣治療 患嚴重心臟衰竭的人 可能需要長期使用氧氣 手術 患嚴重心臟衰竭的人 可能需要動手術 日常活動和休息 按照醫生建議 每日做運動 一步一步地 進行每日的各種活動 並配合足夠的休息時間 經常以平和 和放鬆的方式 均勻地呼吸 睡覺的時候 用枕頭撐起頭部 避免睡覺之前 進食大餐 避免提舉重的東西 爬樓梯 或者上斜坡 日常家居監察措施 每日測量 並記錄體重 如果體重 每日增加兩磅 或者一星期增加三磅 就要通知醫生 檢查雙腳 檢查雙腳、腳眼、腿部 或者腹部 有沒有腫脹的情況 紀錄飲水量和排尿量 跟蹤症狀 例如氣速、咳嗽、腳腫、疲倦 如果發生新的症狀 或者症狀惡化 就應該告訴醫生 幾時致電醫生 體重無緣故地增加 每日增加兩磅 或者一星期增加三磅 雙腳、腳眼、腿部 或者腹部的腫脹情況惡化 氣速的情況惡化 或者是發生這麼頻繁 特別是在活動的時候 感覺腹部飽漲 沒有胃口或者作嘔 極度疲勞 或者無法完成日常的活動 呼吸度感染 或者咳嗽的情況開始惡化 心跳過速 每分鐘約120次 或者新發作的心律不齊 坐立不安、意識混亂 胸口疼痛或者不適 幾時尋求緊急援助 或者達911 嚴重和突發性的胸痛或者不適 並且有氣速、出汗、作嘔 或者虛弱的現象 心跳過速 每分鐘120至150次左右 並且有氣速的現象 休息之後 仍然感覺氣速 突發性的劇烈頭痛 暈倒並且不省人事 你可能會得到 你不怕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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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怕不適